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光敏吉他教室,我是Mario 那么今天我们教大家弹一下这首直短琴长 上集课我们讲了如何去看吉他谱 那么今天我们就再教大家怎么去弹和弦 刚才你看到我左手换来换去的就是和弦指法 那什么是和弦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和弦指的是一定的音程关系的一组声音 将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音按照三度或非三度的叠字关系 在纵向加以结合就成了和弦 我们用C和弦为例 C和弦的更音是 中音是 五音是 那他们三个音一起发出声音是 现在我们教大家怎么去看和弦图 我们依然用C和弦为例 在这个和弦图上面有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就是表示这个和弦的名字 你看到打树下来的这些线 就是相对于我们吉他的第一根弦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根弦 然后打横的话就相对于我们吉他的品位 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 那你看到第二根弦的第一品上有一个黑点 或者有一个数字一 他的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左手的食指按住第二根弦的第一品 然后你看到第四根弦的第二品有一个 那是相对于我们用我们的中指 我们的中指按住第四根弦的第二品 然后你看到第五根弦的第三品有一个黑点或者有一个山 那他的意思就是要用我们的无名指按住我们的第五根弦的第三品 然后我们指法就是这样 我们把所有的音都按完之后就成了我们的西和弦的指法 现在我们学一下直短琴长地段的部分 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爬音 你陪我不如参加 首先我们教一下他怎么去看这个吉他谱 就是在我们和弦上面有一个波浪型的箭头 这个标志叫做爬音 爬音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拇指 用我们的拇指往上面爬 对慢慢的往上面拨拨弹 对我们按住这个西和弦往下面拨 就是我们的爬音 那我们每一个爬音的时长是四拍 那我们就接下来学一下 第一个C和弦就是 你陪我不如参加 然后第二个是G和弦 越过城市喧嚣 然后第三个是AM和弦 歌声还在游走 第四个 你如花般的爽 然后一个F和弦比较难的 不尽你的温柔 然后再回到EM和弦 吊诗花间幻想 然后就有一个DM7和弦 谁也无法停留 然后到G 流云的等候 的时候我们换了一个C和弦 然后变成了一个分解 那么分解和弦 我们会在下节课给大家讲解一下 然后我们把第一段的爬音连在一起的话 它就是 你陪我不如参加 越过城市喧嚣 歌声还在游走 你流花般的爽眸 不见你的温柔 吊诗花间幻想 谁也无法停留 流云的等候 好了那么这课就先上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就去讲分解和弦的部分 如果同学们想要这份集大部分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节课见吧 拜拜